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吳家明 多位大師及人馬延伸香港電台的錄音室 為香港活動周的開幕典禮作彩排 作為押軸省區市的文化活動 香港活動周會在10月20日早上11時45分 在浦東社博園區保鋼大舞台大演出區域 舉辦開幕典禮 到時在社博園區內70多位年齡皆父 11至25歲的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團員 加上香港胡琴大師黃安元的二壺演奏 和香港電堂級的音樂人顧家暉 歌唱家葉麗兒等奉上香港經典樂曲獅子山下 這也是最能體驗港人精神的曲目 首次以舞台表演的形式是上海呈現 上海社博會將於10月18日至22日舉辦香港活動周 展示香港豐富多元的社會和創意的城市面貌 活動周期間每日將有巡遊表演 其他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動和展覽 向各界介紹香港中西合璧的特色 香港參博工作小組消理報導